香港每天会产生大约3200吨的厨余垃圾 这些厨余垃圾都会到哪里去呢 让我们来问问张世彪博士 这个牛池湾公园原本是一个垃圾田买厂 1977年这里被改造成为一座公园 这里有一块杜绝火种的告示牌 由于会产生危险性气体 这里还备有甲烷气体探测器 从这块告示牌上可以了解到公园的历史 70年代这里是用作倾倒固体废物的 现在在市区 你将不会再看见这种田埋区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 是分解处理 或者放入焚化炉中 焚烧 分解有机物质 你们明白浪费食物会破坏环境吗 明白 哇 这些是什么 大量的垃圾啊 这些都是我们用餐剩下的饭菜渣子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把它烧掉吗 不用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回收这些食物渣子 去附近的商店购买活性菌类产品 它能有效地分解食物渣子 我们想买三杯酒酿糯米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倒入厨余垃圾处理机 好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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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更多的活性菌类产品 它们都是有用的材料 看,我们已经买了很多东西 这是制作味噌汤的味噌 你可以在秋田购买 我想说说酸奶 这个有点特别 因为它不用煮沸 它来自瑞士 这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饮料 易利多 在大部分超市里都能买到 它富含益生菌 益生菌是活的微生物 它还含有乳酸菌 这是酵母 它是用来烤蛋糕的 你可以在英国购买 这是另一种酵母 酒酿糯米 你可以到超市去购买 这种产品来自中国 这是活跃的真菌 助你减肥 不过如果摄入太多 将会导致严重的腹泻 现在我们已备其所需的材料 它们是益生菌 酵母 胃葱 酸奶 马铃薯 马铃薯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嘿 诺依尔 用它来做什么 马铃薯 有助于活性菌 在厨于处理机中生长 我们现在就把这所有的材料送到厨于处理机去吧 我们放入所有的厨于垃圾 里面有一个搅拌器 会将所有厨于垃圾分解 所有的厨于垃圾 会在一天之内变成粉末 为我们所用 可以作为动物饲料 或植物肥料 将活性菌 酵母 加入厨于处理机 热圆 热圆 它是 существ 这是瓷迷的 我们已加入活性菌和酵母 现在我们放入煮熟的马铃薯 这些橙皮是从附近的水果摊取来的 可以用它们作为指标来做检验 那些活性菌是否都处于活动状态 这是另一个指标 用来测评活性菌是否活跃 这些是非常难以分解的 如果活性菌是活跃的 它们会全部消失 处理除鱼垃圾并回收的步骤 1.收集除鱼垃圾 2.整理 3.堆肥 4.复孕 完成的堆肥将用作有机耕作的肥料 或水族管的鱼类耳料 哦 以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